来香港逛吃 除了游间旺山区 还可以去铜锣湾逛逛 连本地local都在排队的宝藏小店 给我三天三夜都吃不完 这期视频可要收藏好咯 今天需要在香港待一整天 所以脸上需要长时间的带妆 加上最近广东一夜速冻 晚上我都是开空调睡的 起床之后就会发现脸特别的干还很紧绷 然后我就新买了这根 波莱雅的红宝石面霜 它是那种像乳酪一样的质地 上脸就是一抹化水 脸部很干爽的同时 有一种照了一层保护膜的搭裹感 非常的保湿 第二天早上起床脸部也是润润的 但不会泛油光 挤脸的时候我就感觉脸特别的润特别的滑 我第一次用这种抗出老的面霜 感觉要比普通的保湿面霜更好用 它一共有三种版本 不同的肤质肤感都是不一样的 我是属于中性肤质 所以我用的是他们新出的这一个清润版本 初中用完感觉特别的滋养 和我一样需要抗出老的姐妹 很推荐大家试一下这一款面霜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香港 走吧 今天带你们去吃饱铜锣湾 本期视频咱们全程围绕铜锣湾地铁开始觅食 铜锣湾地铁一一出口出来 就能看到这一家美式汉堡 谢谢 据说他们家的汉堡非常好吃 我来尝尝究竟是什么惊为天人的味道 我居然要卖到78 这个是招牌滑蛋汉堡 它这个汉堡表皮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 表面是那种比较光滑的 然后按下去是那种蓬松松软的 还会回弹 馅料的话就是滑蛋加上一片芝士 有一点东西 它这个汉堡的皮子表皮酥脆 但是内里非常的松软 搅起来又带一点点微微的咸 牙齿不需要过多的用力 就可以把它给咬断 它中间的鸡蛋炒得超级的嫩 好像还加了一点小葱 是介于滑蛋之间的那种口感了 熟度是刚刚好的 特别嫩 吃到中间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炒制过的洋葱 洋葱是用黄油炒过的 很香 一整个就是爆姜大满足 好吃是好吃 但是贵它也是真的贵 泡开美味值来说 它这里面的材料 其实用的也不是那种非常昂贵的东西 我觉得它是稍微性价比有点太低了 他们家还有那种牛肉类的汉堡 我觉得是那种爱吃汉堡的人 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不会失望的 据说这是香港最好吃的马薯店 我来尝尝 据说下午是要排长队的 我是上午来的 马上就买到了 而且还是新鲜出炉的 他们家的马薯口味特别多 我挑了几个热销的 这个是他们招牌的菠萝皮马薯 确实拿出来的感觉 跟我之前吃到的都不一样 有一层酥皮在上面 它摸起来上面是那种硬脆的 别说这是香港最好吃的马薯 我觉得都是我吃过的马薯里面最好吃的 上面的菠萝皮触碰到口腔的那一刻 它就像小酥糖一样 直接化开 马薯是那种Q弹有墨镜的 但是它不会回弹 咀嚼下去之后就直接粘在一起了 灵魂真的就是它上面的这层酥皮 酥香酥香的 再尝一下这一款肉松的 个头要比刚刚的那个要小很多 这个形态我要是不说它是个马薯的话 大家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泡芙吧 好像还有一块黄油叠在了里面 几点奶油在里面的话 就真的很像一个泡芙 这个比原味的更酥脆 里面夹的是咸香的肉松 还有冰凉的黄油 但是这个黄油吃起来完全不利 这个酥皮太优秀了 吃完就真的是会掉一桌子的渣 最后是这个巧克力的 上面还附了一些巧克力豆 上面的这些酥皮是巧克力味的 它的口感其实是跟原味的是一样的 只是上面的酥皮变成了巧克力味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经过的话就买一个原味 同样的在这条街我还遇到了一家面包店 我本来打算只是用过好奇进去看一眼 没想到里面的面包这么便宜 这个芝士条12块 哇 它这里的布丁包是最酷的 作为布丁包脑袋的我肯定是两个口味 通通拿下 更像是一个面包里面 填了布丁的内馅 这个是意大利芝士味的 但是我一拿起来 我闻到的是那种很重的咖啡味 哇 有被惊喜到了 入口先是那种非常浓郁的咖啡香气 铺满你整个口腔 它的面包是那种看得紧实的 但是是那种水感比较重的 很绵腻 红豆烘焙和加多娜 它们的布丁内馅是可以吸着吃的 半流动状 但是它这个是更偏向于 固体奶油奶酪的一个状态 它是冰的 我整个就像在生啃一块 乳酪砖 而且我觉得软的面包体 它会比硬的面包体更香 里面的布丁也是有那种很浓郁的奶香味 它这个做的是真不错 这个是法式牛奶布丁包 法式牛奶布丁包更好吃 它里面的这个内馅的一个状态真的是绝了 这种凝固状就不会让你吃着到处都是 因为里面的奶味也超级重的 布丁内馅还有牙齿痕迹 我觉得大家来同楼湾真的可以试一下 它们家的布丁包 不比网红电厂 因为它们家的面包贵实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是12块5 日式芝士条 真巨长一条 比我手臂都长 这家店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告诉我 它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本地宝藏小店呢 果然它这里面是没有馅料的 就是普通的一个面包 那那灵魂之处在上面的这些 烘烤过的芝士 是咸奶酪芝士 非常的咸香 12块钱一个我觉得在香港来说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家面包店了 好 那我们继续煮往下迷吃 走吧 据说香港鲁口从小吃到大的店 门口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奶制品 真的很壮观 来这里闭合的就是他们的招牌 双皮奶 我点的这个是红豆双皮奶 凉的 还能点热的 它上面是这种熬的很绵密的 但是还保留了红豆颗粒的 喝第一口就能喝到 它们用料是很足的 天呐 太好吃了吧 它的那个奶香味特别的浓 特别的纯 滑溜溜的口感入口即化 看我勺子上面黏着 是很大块的一块奶皮 这种红豆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熬到起砂 但是还保留了红豆的颗粒 爽滑又细腻 没有一点蛋腥味 这个是香滑黑芝麻炖奶 上面还积了一层透明的皮子 这个它没有黑芝麻糊那么的浓稠 但是它又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 黑芝麻香味很浓郁 它比双皮奶的口感要清爽一点 更嫩滑 吃完糖水这附近 还有一家非常宝藏的茶餐厅 咱们现在就去把它给拿下 走 牛奶冰室 拉丝芝士 菠萝包 菠萝包在香港真的是无敌了 切开直接流心 天呐 这整个都要流心加上拉丝 它应该是用了两种芝士在里面的 一种是流心的芝士 一种是拉丝的芝士 芝士脑袋里开始鼓掌了 哇 它这个面包非常的热 咸咸的芝士爆浆 再加上甜甜的菠萝包 看这里面的芝士 这个包的口感超级的松软 太香了 香港人真的很会做菠萝包 贝典要分享一个主食类的话 就是他们的这一个三蛋叉烧饭 这个叉烧看着色泽超级有人 把这个蛋一颗一颗的给它给撮破 充分的搅拌均匀 黏黏糊糊糊的蛋黄拌饭 它这个酱汁看着颜色黑 但是不会特别的咸 尝一下它这里面的这个大块的叉烧 是那种肥瘦适中的 蒜香 甜口 蜜辣口 这家店的叉烧一定要点 蛋白都兼制这种焦焦的边了 来这家手作店 做工略的时候说他们家是纯手工作的 每一个都是那种怨姑姑的 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 鸡豆杯雷 草莓红三子 这个要40块钱 鸡是那种Q弹有落劲的 它这个草莓有种真实 不是那种草莓糖精的味道 里面奶油夹杂的是红桑梓栗 脆脆的很有口感 黑黑的那些小点点是巧克力豆 酸酸甜甜的还不腻 每一口都有巧克力脆豆在里面 这是他们家的新品 焦糖芝士蛋糕 它面线真的很丰富很骨 里面还有牙心 曲曲饼干和芝士 这个我觉得比草莓用的好吃多了 我觉得它是好吃的 但不用特意来吃 这家我自认为是香港最好吃的蛋糖 HASHTAG B 摸着这个蛋塔边 都能感觉到它的酥 打开包装带就是那种 巨巨巨浓郁的焦糖风味 酥皮底和蛋液的连接处中间 是有一层焦糖的 蛋液的甜度和嫩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么很酥脆酥脆的 这个底完全都没有一点沾黏感 这家蛋塔可好吃的 跟传统蛋塔不一样 是这种酥皮蛋塔 而且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我跳下野都想 要个鲜奶的 再要个紫薯 还有醒酷的 加点牛肉皮 考虑到有小狗鸡不太喜欢吃酥脆的蛋塔 所以还有这家派鹤塔也非常的保藏 它们像是这样子的取奇饼塔底 这个是鲜奶塔 勺子吃的 还是很流动的状态呢 我就像在吃那种鲜奶炖蛋 这个10块钱一个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看这个魔法紫色 它是紫薯榻 这个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也出现过 它里面是有点发蓝了 它虽然颜色看得有点诡异 但是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真实实的紫薯味 买了一个他们家咸的 该拍 它的中央都能顶两个蛋塔的 底下有点油 它上面的这层壳非常的醋 非常的酥 有点像那种酥饼一样的感觉 还有鸡肉在里面 甜口的 特别像吃叉烧包的感觉 我觉得它吃过了会有点油腻 这个是咖喱鸡肉塔 这个就要干爽很多 相比刚刚的那一个 里面是咖喱鸡肉馅的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油 它每天会吃一道印度菜 磨加咖喱 还行 我感觉它加了很多糖 而且每一口都有肉筋 会影响一下口感 我觉得它们家甜口蛋糖 会比咸的更好吃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铜锣湾 逛吃探店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咯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